好 來 我們看一下那個範例六的第一題 好 我們看題目怎麼說的 這個題目應該 以國中的程度你應該認真寫的話 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兩不寫就慢慢寫多一點 多寫幾項 對不對 好 我們看怎麼做 題目說請你畫你這個數字 1加4分之3 1加5分之3 1加6分之3 這樣慢慢成 那你覺得你會怎麼做 就直接合幣嘛 對不對 來 1加4分之3是多少 4分之7 1加5分之3呢 5分之8 5分之8 1加6分之9 7分之10 8分之11對不對 一點點一點 好 後面也是一樣 我先點最後那個好不好 最後那個是50分之53吧 對不對 那前一個呢 49分之52 那前一個呢 48分之51 OK 可以了好 接下來你觀察一下 你畫下這裡的7分之7在幹嘛 約分 這個8分這個8 約 這個9其實跟我後面點點點 裡面的9可以怎樣 約掉 好 一直來一直約約約約 好 所以換句話說 這邊的48495是可以被約分嗎 可以 因為很明顯的 這裡面不是每個分數 不是這種上下上下嗎 那既然前面有3個沒有被約掉 代表後面的那個分子有3個 應該不會被約掉才對 會啦齁 好 所以大家有答案 就等於 4乘以5乘以6分之51乘以52乘以53 OK OK 然後好 開始約分吧 不要緊 不要怕 4跟5就可以先約分 1 13 然後6跟51呢 也還可以再約 用3去約 這裡是17 這裡是2 對吧 這答案等於10分之 17乘以13乘以53 這樣子 未來齁 這答案呢 等於10分之 太棒了 留框框 框框框請停在影片下面 讓你算 這應該可以自己成吧 這應該沒有什麼 OK